因为人经常会有一些疲倦和灰心 也许你甚至还会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 我一直是觉得当你灰心的时候 希望能够有一种力量 能够帮你插去落在心中的灰尘 能够让这种热情能够继续在你的心中燃烧 当你失望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你太过于盼望而沮丧 有的时候你对法治失望 是因为你对法治太看重 所以你才会决心 但是看见的不用去相信 看不见的才用去相信 在可见的视野中呢 我们经常看到不公平和不正义 这让我对看不见的公平和正义呢 就更加充满想 人总要对焦于某种超越生活的存在 才能告别习以为常的平庸与父亲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在很多地方都跟同学们聊过 我们可以把失望看成 比失望短一节的那个失望 就是箭 失 射箭的那个失 失智不渝的怕 你可以把失望看成失智不渝的怕 就像射箭的那个失望 你这个箭的箭头是指向的怕 正是因为你对你的使命 这种失不知不渝的怕 我们可以忍受路途中 一切暂时的这个灰心和失望 因为很多时候的灰心会让你怀疑 怀疑无非有两条路 一条是往走 倒向彻底的虚 在虚无中 不断的虚无 在虚无中堕落 在虚无中望走 这种怀疑主义 是一种可怕的幻中 因为它让你放弃 它让你走向彻底的堕落 让你走向彻底的空虚 让你走向彻底的放纵 因为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但是还有一种怀疑是往右走 这种怀疑是让你去修正 是让你更加的确信 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怀疑 当你走出怀疑主义的迷雾 你会看到璀璨的明天 还在这种怀疑主义的迷雾 你会看到海诺的迷雾 你会看到海诺里的迷雾